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保守派媒體《國家脈搏》 今天公佈了一段屬於亨特的絕密錄音片段 根據錄音內容所說 其實又再對於拜登狠狠地刮了一巴掌 因為拜登之前一直堅持對傳媒說 說他對於亨特在海外所做的生意 是毫不知情 而他本人亦沒有參與 只不過 錄音內容就是跟他所說的有很大的出入 除此之外這段錄音亦有提及到何志平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國家脈搏》的報導所說 就說亨特這段絕密錄音 有個原始檔案名 就叫做最聰明的狗屎 到底亨特在這段錄音內說了什麼呢 他首先提到 說他接到來自拜登的電話 告訴他 紐約時報正在找他的老拍檔 叫做埃里克 而另外一個紐約時報的記者就打給他本人 向他了解有關何志平的情況 根據亨特的描述所說 說何志平就是那個該死的中國間諜頭子 好 接下來亨特就談及到他跟葉簡明之間的關係 亨特就說 他這位中國合夥人的身價是達到3230億美元 只不過現在他就失蹤了 而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就是在 在葉簡明那間價值5800萬美元的公寓裏頭 當時 亨特就說 跟葉簡明達成了一筆價值40億美元的交易 要建立一個屬於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氣港口 這段錄音最後就提到什麼 就是亨特說收到來自紐約南區地區法院的電話 原來就是檢察官本人打電話 亨特就不斷新 說這個檢察官在沒有通知他的情況下 將他和他老爸拜登 列作了一宗刑事案件的證人 實情這些錄音內容 第一就證實了 所謂電郵門事件內的電郵根本上完全是真實無誤 之前還有人在抵賴 說那些所謂電郵全部都是文字 很容易造假 很容易仿佛 好了 去到後來 越來越多黑材料曝光 首先有拜登那些不雅照片和視頻 連他那條東西九寸半長都被人知道了 你試想一下 這些照片和視頻其實是很難來作假的 一張半張都還有可能 現在不止 現在是大量的 被人揭發得到 在那個硬碟裏面有24000多張圖片和視頻 原來他自己很愛這件事 喜歡自拍這些行為 沒話可說 這些全部都是真事 圖片和視頻就很難造假 好了 繼而 現在還有這些錄音 錄音又不能造假 因為錄音造假很容易被揭發 所以現在就證實得到 根本上整單的電郵門都是真實的 你說如果是假的 哪來虛構那麼多東西才行 只不過有一樣東西 就有問題 如果證實了真的有這隻硬碟的存在的時候 實情FBI早半年之前就已經拿到這隻硬碟了 到底他在過去半年以來查了什麼出來呢 難怪現在有個消息傳出了 就說若然特朗普成功連任的時候 就會撤換了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難怪他被撤換的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拿到一隻這麼重要的硬碟 竟然 都不知道在查什麼 現在好像依靠 傳媒的力量來把部分的內容曝光 那就倒閉吧 靠他把關就 除了這一段的絕密錄音以外 原來亨特的生意前合夥人 叫做波布林斯基 昨天上到霍視新聞的一個節目上再度爆料 他透露自己曾經在一家昏暗的酒吧 跟拜登會面 維持了整個小時 波布林斯基說 說對於拜登一直否認自己曾經介入自己的兒子的外國生意 以及對於他兒子的外國生意豪不知情這些說法 他就說這是公然的謊 為什麼波布林斯基會這樣說呢 因為他就說 亨特是招募他去經營一家投資公司 而這一家的投資公司 就跟中國的葉簡明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另外 波布林斯基又提到了 說他跟拜登會面的時候 就是一邊喝酒 一邊拜登就向他展示家族的實力 所以 拜登整天口口聲聲就說到自己好像冰青玉結 就是無懾他的家族生意 或者他兒子在外邊搞什麼都不關他的事 總之他拜登本人就沒有從外國賺過一分錢 這些是公然謊 被人說你 人家實名舉報 所以 如果特朗普真正成功連任的時候 不少民主黨的頭目恐怕都會落鑊 都會出事 特朗普在今天出席一場造勢大會活動當中提及到 說他剛剛知道了有一件對於拜登的壞消息 但是就不打算告訴民眾 而明天大家就會知道這件壞消息是什麼 特朗普就賣了個關子 就沒有說到究竟是什麼壞消息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同時美國有線新聞就報導 說美國司法部和FBI 將會在香港時間今晚11點正 就著中國所引致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宜 召開一次聯合新聞發佈會 到底這次的新聞發佈會 是否就是特朗普口中所說的 拜登的壞消息呢 當然現在大家都是 猜猜一下 很快就會知道 雖然對於拜登來說是壞消息 但是對於全世界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好消息都不頂 最後就想說一下 這個奧巴馬 奧巴馬說話 習慣是信口開河 不引用任何的證據 他現在就出來幫拜登去做勢活動拉票 他拉票還拉票 他又要去踩一下特朗普 你踩一下特朗普也不要緊 你拿真憑實據出來踩 他不是的 這個奧巴馬到底說什麼呢 他就說 你認為特朗普會站出來反對那些獨裁者 不是的 俄羅斯的普京 中國的習近平 和朝鮮的金正恩都希望特朗普是勝出的 然後奧巴馬就說 我們知道在過去的四年 特朗普一直都給了這班獨裁者想要的東西 當然他們就是想特朗普贏 這件對於美國不是好事 這些質素的人竟然都可以拿到諾貝爾和平獎 你說是不是很離譜 奧巴馬說話你都不能夠 只是說得出就說得出的 你拜託自己看看大陸的官媒 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 過去的半年期間 有幾多篇文章 是去鞭撻特朗普和蓬佩奧的 簡直就是對他兩人恨之入骨而得 他們快點死吧 還說習近平是想特朗普勝出 難道你奧巴馬過去的四年睡了 特朗普就是發動中美貿易戰 就是要對於大陸加關稅 然後又拿俄羅斯出來說事 又說普京都支持特朗普 其實我真的完全不理解 美國民主黨的思維模式 每次都搬俄羅斯出來說 整天說俄羅斯是 威脅美國最大的因素 正如參議員 George Hawley所說 如果現在還有一個政客 認為俄羅斯對於美國的威脅 才是最大的外國 根本上這些人就是不合格的 可以退休 是不是 整天還拿俄羅斯出來說 你當現在是幾時 1980年 1970年 還是美蘇冷戰期間 怎會整天拿俄羅斯出來說 反而中國因素 可以提都不提 這些政黨完全就是落後於形勢 更何況的一件事就是 你奧巴馬那麼多話說 不如你解釋一下 到底為什麼你自己的女兒 那張信用卡 會落了在亨特手上 而且還拿來戒毒品 還有 有美國媒體指控你奧巴馬有份參與 拜登家族那間公司 你奧巴馬與其他老屈普京老屈習近平老屈金正恩 兼老屈特朗普 不如就解釋一下你自己的蘇州市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